明天它会上市 今天就会有一个暗盘交易 真是能抽到的 投资者 你觉得应该如何去部署 这只股份跟我们刚才说的稍为有不同的地方 就是现在天邪利业有一个A股表现的参考价 可以看得到 但如果大家有留意 A股那一边昨天收的时候 都是高过$134的人民币 如果捷合港币大概是$157 至于港股上市的时候 就算是用上限价来上市 现在是用$82来上市 所以大体上来说是折让了47% 所以如果A股和H股 是以一个同等价值来考虑的时候 似乎H股这边就值得很多 用折让47%的位置来吸 另外一个方面也要去考虑 A股那边来说 昨天的收市价计 市涨率差不多是去到12倍 如果说是把H股价 扣回47%来看的时候 市涨率大概是6.3倍 有了这个数据的时候 稍微会看同业 在香港来说 我们主要都是看禁封理业 1772 禁封理业现在的市涨率 大概是5倍 刚才我们说的 天齐理业用H股的上市价 去计算是6.3倍 所以暂时去看 除非预期天齐理业的业绩表现 是软胜禁封理业 如果不是的话 大家的基本面 其实都是差不多 或者前景是相若的时候 的确天齐理业 暂时$82的定价 都是稍微偏高的 大家就参考一下 Thomas刚才说的几个数据 其实都是一些很solid的数据 给大家作一个比较 如果是真的抽到的投资者 现在的市况其实真的很波动 每一天上落都是很大的 你觉得今天应不应该在 禁盘价里放了它 我想可以用一个准则来看 看看会不会是 一在暗盘上 就是一个破法的状况 如果在暗盘的时候 可能在头的半个小时 大概5点之前 你见到价格 都是维持在$78或以下 未亏少少 可能走了才会比较安全 但如果你说 其实都非常看好 这个理业方面的发展 再加上 H股又比A股 出现一个很大的 折扬状况 可以继续去看一看 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